长发哥想测试肤白貌美 前凸后翘的俄罗斯女友 对自己是否忠诚 原因是他觉得女友太拜金 担心他去了美国之后会放飞自我 于是他请求节目组 匿名给女友发一封邮件 说能帮他和亿万富翁牵线 运入2000美元不是梦 心动不如行动哦 几分钟后 女友立刻回复了邮件 表示自己非常感兴趣 节目组的工作人员 便假扮成亿万富翁的助理 约女友见面 各位请记住长发哥现在的笑容 因为待会儿 他就不一定笑得出来了 助理一见到女友金发妹 就开门见山的说 他们会为他匹配开价最高的男生 好家伙 这不就是拉皮条吗 可是金发妹并不在意 他和助理坦白起了自己的情史 此时的长发哥笑容逐渐消失 金发妹却非常高兴 他已经迫不及待想尝试了 只要这些人愿意给钱就行 助理火上浇油 说他的客户里有一个知名制片人 要是金发妹上到 说不定还能捧他当明星 这下金发妹更是乐得合不拢嘴 当助理问道 你都不考虑下男朋友的感受吗 长发哥真是头顶一片绿 放羊都富裕 金发妹甚至说 自己根本不把他当男人看 因为他连吃饭都要跟自己AA 这句话让长发哥直接破防了 破口大骂起来 助理顺着金发妹说道 没有他你会过得更好 男人只会影响你拔刀的速度 对吧 金发妹非常赞同 连连点头 接着助理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 一想到能月入2000美元 金发妹表示自己随时能上岗 最后连连感谢工作人员 还不忘来个爱的抱抱 此时的长发哥心已经碎成了渣渣 见长发哥对着屏幕施展军体权 主持人劝他 事已至此 还是先来点福特加吧 长发哥只能把气往主持人身上撒 什么甘菊味的福特加 战斗民族只喝醇的 他一把挥开主持人想搭过来的手 摔门而去 渐渐的主持人立刻把门反锁 生怕被揍 这位小哥是你自己非要测试的 测不过也别把气往别人身上撒啊 虽然主持人确实是看热闹不嫌失大 而下面这对情侣就更让人哭笑不得了 小美的男友大壮曾经是弯的 为了测试他现在是不是真的变职了 小美找到节目组对他进行测试 节目组找来一个阳光帅气小奶狗型的帅哥 和大壮搭讪 帅哥直言 大壮又帅又酷 自己一眼就沦陷了 没想到大壮二话不说 就和帅哥交换了电话 听到大壮说自己喜欢跳舞 帅哥还当街热舞起来 接着两人就聊到了重点 大壮坦白 他曾经也有过这样的经历 听到大壮和自己是同道周人 帅哥立刻和他来了个拥抱 大壮拒绝三连 说他现在有一个很爱自己的女友 所以不会再和以前一样了 这边小美听了频频点头 看老娘男朋友多靠谱 然而帅哥还是不放弃 坚持让他摸自己的公二头鸡 此话一出 小美再也笑不出来了 而这边大壮也答应了和帅哥共进晚餐 最后还做出了一个神奇的动作 小美说自己仿佛看了一出断背山 主持人趁机爆料 这也是摄影师最爱看的电影 小美反问主持人 同意共进晚餐 是不是一定有非分之想 主持人只能说 单独约饭还挺微妙的 小美打算放弃了 很明显 强扭的瓜不甜 如果大壮无法改变 那就别逼自己了 果然 在测试结束后 他们俩不仅经常互发消息 还一起去了很嗨的泳池趴 得知真相的小美虽然非常崩溃 但她还是痛下决心要和渣男分手 第三组参加测试的情侣 我认称之为 时尚最快被掺散组 小白说女友阿丽身材太辣 又酷爱去健身房 担心她会被又高又帅 八块腹肌的健身教练吸引 于是找到节目组 想测试阿丽 节目组就派出了 他们那嘎达最帅的男生 假扮成健身教练和阿丽搭讪 教练指出 阿丽用健身器材的方式不对 自己可以手把手指导她 阿丽竟然丝毫不怀疑 教练是来卖课的 和她聊得热火朝天 阿丽毫不避讳和教练的肢体接触 甚至直言 希望教练来给自己当私教 随即 两人交换了联系方式 当教练问道 阿丽却吱吱 有就是有 没有就是没有 不好说是什么鬼 这边 小白虽然气得脸都白了 可是她觉得 阿丽也许真的只是想找个健身教练 并没有什么非分之想 也许阿丽这么努力的锻炼身材 是为了自己呢 我只能说 兄弟 你真的想多了 随即 主持人又拿出了阿丽和健身教练的聊天记录 他居然还给对方发电腾舞 这下 小白彻底懵了 我仿佛在小白的眼角 看到了晶莹的泪花 她不敢相信 交往了两年的女友 竟然在20分钟之内就背叛了自己 虽然小白确实很可怜 但她在测试前 就应该预料到这个结局 哪怕换了她自己 也不一定能通过测试 因为人性就是经不起考验的 这里是塔塔米姐说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